接著進場的是黃品軒同學 黃智希同學 那跟她們一起站好 小朋友牽著阿嬤的手 驚訝這個得知的好情台 就讓大家介紹一話 最重要的就是小孩要親三更內心給她 很高興喔 我高興我們這兩個生好棒喔 打阿嬤煎茶煎花 滿感動的啦 她平常有沒有這樣做過 平常也是有會啊 青春走到舞台上接受表演一樣 透過受探國小在校圈中 跟她母親坐的相關活動 學校沒有一樣的方式 向家庭和小朋友感受母親坐的溫暖和歡樂氣氛 學校是屬於偏鄉小校 學生數很少 那希望讓家長對學校都有一個認同感 所以我們就想到有校青台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呢 讓全外界的來賓 能夠認識我們學校的家長 讓孩子從活動之間呢 能夠去體認到孝順父母的爭議 進而在生活中來實踐 在頂上更難時 來到台下當然要上場一輩子 讓小孩感謝爸爸媽媽阿嬤 辛苦照顧他們每一天 早上要做早餐給妳吃嗎 要 所以很辛苦對不對 對 那妳母親節要跟阿嬤說什麼 母親節快樂 就都會煮飯給我吃 然後還要 就起來還要看一看 所以母親節的時候 有沒有想跟阿嬤說什麼 母親節快樂 收到小孩的更耐心和腳皮 看他們在好好學習的成功 自己有溫溫的歡喜在心裡 小朋友的擁抱 就是他們母親節最好的禮物 記者靈一靈 採訪報導